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rd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rd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 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挺好用的 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星期一全球股市大崩盤 斷崖式下跌,嚇死人了 發生什麼事呢? 誰知道這個惡夢發了一晚之後 到星期二、星期三,今天星期三 就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無論是日本的股票指數 美國的股票指數 香港的股票指數 全部都上升了 是不是這個所謂大崩盤的危機已經過去了呢? 還是更大的問題,可能再來一次斷崖式下跌 是很快就會發生呢? 那究竟這樣的情況下 香港經濟的走向會怎樣呢? 全球都會減息了 英國就減了 美國就說都會減了 是不是舊香港的經濟 包括香港的樓市 最多人關心的一個最重要的糧藥來的呢? 是不是弱到就可以病除呢? 這個問題我真的不懂得回答的 當然請來Joseph、顏寶江跟我們分析一下 你好,顏寶江 森美好,大家好 大家好 星期一大崩盤 很多人都嚇一跳的 雖然我沒有玩股票 但是也關心經濟 這是全球的經濟 到星期二、三就發聲上去 雖然可能上那個百分比都還沒有崩盤那麼多 就是還沒有救得上去的 你可不可以首先分析一下 星期一發生什麼事? 接著星期二、三為什麼好像這麼快恢復得到? 你分析一下形勢是怎麼樣?原因是什麼? 星期一大家都叫做黑色星期一 令人想起1987年 另一次股災又是黑色星期一 三十多年又好像重現歷史那樣 那這次的那個所謂全球股災呢 其實就鎮央是來自兩樣的 一個就是日本央行在上星期四呢 就突然間意外這樣加息 就加了0.150 這個之前市場沒有太多人去估計到 突然間日本央行那個加息幅度是這麼進取的 有些人估計加了0.1來就算加 沒有想到加得比較高一些 還有央行之後的聲明都是比較進取 就算是比較鷹派一些 那如期可能未來都會繼續加息 那這個令市場有一點意外 而加息本身對經濟未必有太大的影響 因為始終那個加幅不是太大 但是就鎮散了一個所謂叫做 就是離差交易 日元的離差交易 我們叫做carry trade 其實過去幾年大家都經常聽的了 什麼叫離差交易呢 基本上就是因為日元的利率和匯率都太便宜了 這個幾乎是一個穩賺的交易就是怎樣呢 就是向日本的銀行借入一些便宜的日元 然後用一些錢去買一些高息的回報 當中有很多不同的回報的 包括在譬如19年前就可能買中資股啦 但是這幾年它們傾向就是買美股 還有買一些所謂虛擬貨幣的資產 基本上就是那個穩賺的那個交易 因為日元本身大家都覺得低息是很低的 基本上是零啦 是的 於是就把那些錢買一些高回報的東西 加上還不只是就這樣借 可能還有高槓桿 於是這個回報就很吸引了 但是日本銀行一加息呢 其實這個動作就會觸發了所謂離差交易拆倉 因為很多人是高槓桿嘛 剛才說的 那如果一旦要蓋倉的時候呢 就整個利差交易就震散了 那很多人要沽一些股票呀 沽一些高回報的資產去蓋倉 嗯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陣緣啦 那這個就是美國上星期五出的就業數據 那就飛龍新增職位就低於預期啦 那更加來市場以外是所謂失業率 是升到上4.3% 這個市場估計之前是4.1% 那是近三年的高位 那突然間市場又很驚覺 覺得美國的經濟是不是比預期差很多呢 之前有些說法說會遠著陸 但是會不會其實變成一個硬著陸的狀態呢 講了兩年的美國衰退 因為我們見所謂一個美國利息倒掛 就是說短年期的國債利率提高的長年期 那這個是一個衰退先兆 那現在似乎就好像真的發生在眼前那樣 那市場一旦一個這麼大的恐慌的時候呢 美股上個禮拜開始下跌了 那到星期一 日股大家都看到了 下跌了4000多次 真是非常難想像的 點數計算是最大的 如果以percentage計算是87股災最大的 那整個恐慌就在市場那裡蔓延了 那到美股開始的時候 然後到時就跌了1000點了 而所謂之前一些很高回報的一些股票 一些所謂人工智能AI的股份 就有一個比較大的跌幅了 於是整個金融市場就突然間比較恐慌 於是就出現了一些人踩人的情況 所以出現了我們看到黑色星期一的現象 那為什麼這麼快恢復呢 就是你剛才說的債的因素是不是已經消除了 即使利差交易大家可能已經消化了 但是美國的這個就業的數據有問題 或者其他的經濟的問題 那種衰退的隱憂 沒那麼快 一天之間沒理由結束了 那為什麼到星期二星期三 好像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一直上去呢 雖然還沒恢復 就是之前那個跌幅 那個原因又在哪裡呢 先說利差交易先 利差交易其實沒有一個官方統計說 就是到底有幾大規模 有些譬如資格局局所有統計 就是所謂日元那個短倉 就是沽空日元那個合約 其實看到的數據就說 由140億美金減到去60億美金 那這個其中一個就是拆倉的指數 但是其實很大部分 我問利差交易的資金來源是來自日本的銀行 其實之前說日本銀行借給外國人的日元貸款 說的是一萬億美元 但是到底有多少減了呢 減了多少呢 那有些大行 摩根大通就估計 其實利差交易沒拆完的 可能只是拆了一半而已 其實都還有一個潛在的跌幅 但是可能因為實在星期一的日本股市跌幅 實在太可怕了 於是我們見連續兩天就三拍兩撥 它又沒有爬足了 但是都反彈生七八成 那日元也都稍微會軟一點 但是是不是這樣就說 整個利差交易就似乎沒事呢 似乎又不是 如果是那個蓋倉還要繼續的話呢 其實任何有些風聲吵動呢 其實這個日元的利差交易拆倉 仍然都有機會 至於美國那邊呢 其實星期一最恐慌的時候呢 大家留意 其實很多經濟師啊 大行都出來說 聯儲局要緊急減息了 要立刻減了 不要等到九月了 因為下次聯儲局的會議 就是要等到九月十七號 你現在還有四十幾天了嘛 那等不等到呢 於是有些行就出來逼 但是其實大家如果有看 聯儲局那些過去的歷史 其實知道聯儲局很少 就是會被市場倒逼 基本上它都不是很想 跟市場做太大掛勾的 你市跌呢 其實它未必是會立刻減息 大家看回1987年的時候呢 美國股災呢 聯儲局當日都是沒有特別一些措施 去救護金融市場 在什麼情況之下會有緊急會議呢 我們見過的 譬如是一些真的流動性的問題 譬如是98年的所謂LTCM 長期資本倒閉了 真的有金融機構出事了 聯儲局就會出手 另外就是譬如 說說前兩年 前幾年 剛剛疫情COVID的時候呢 因為那個疫情是突然擴散得很快 聯儲局也都試過緊急減息 但是在現在這樣的狀況下 就算你說失業率是4.3% 看不到那個經濟是突然間急跌得很快 似乎現在那些經濟師看呢 就是經濟會放活 但是未必是一個斷崖式的放活 那你看到聯儲局這個時候 逼它緊急減息 甚至說9月的會議 很多市場利率期貨說會減半利 我自己都有幾大的疑問 我相信它9月都會減的 但是可能都按回它減息那個步伐 就是4分1厘 4分1厘的減 今年可能減半利到4分3厘 但是就沒有市場估計那麼進取的話 既要緊急減息或者要減到1厘以上 聯儲局那個做法 似乎都是比較按部走斑 這個大家就觀望著到底是不是真的可以 它比較按部走斑這樣去做一個利率的調整 至於市跌完後當然很難說 大家都猜不到這個世界的嘛 現在我看回那個狀況 如果跟900金融風暴比或者87股災比 有點像是87股災的 因為大家記得87股災當時也是由美股跌起 但是其實找回的原因 也是沒有一個具體的解釋 只不過是之前說 那個股市炒得有些泡沫水平過高了 有個正常的回落 但是當然白色股災當時是跌了兩成的 現在當然還沒到那個幅度 但是似乎現在看就還沒說 有一些很緊急的一些衰退現象 是要當局出手說有一些緊急的行動 現在看來似乎都是按著這個方向發展 其實如果我用醫生來做比喻 如果那個醫生檢查到那個病人的身體裡面 有些隱疾 不過還沒發出來 那應不應該就給他藥吃 又或者說 告訴他你要改變你的生活習慣 令你的情況不要惡化 我用這個比例就像聯儲局那樣 其實是不是美國的經濟其實有很多隱疾 不過還沒發出來 那聯儲局是不是都應該下一些藥呢 還是繳紋一手看看你發成怎樣我才下藥呢 有些人也批評你後知後覺 明知有事的了你什麼都不做 那個減息的部分這麼慢 你怎麼看聯儲局應該做什麼 然後才對可以救到美國的經濟 如果美國的經濟就是陷於衰退的邊緣 因為現在的聯儲局主席鮑威爾 在這兩年前大家都批評他 就是有些政策失明 當時因為美國的通脹已經開始來臨了 但是似乎他是真的好像Casimir說 是後知後覺的 那很遲才決定要加息 結果變成因為那個通脹是來得很快的 加上當時有鵝灰戰爭 有些地緣政治的問題 於是結果怎樣呢 就是聯儲局要被迫連續8次加息 就是那個加息步伐是40年來最進取的 累積加了超過50 那這個其實是對整個金融市場 以致實體經濟都是一個很大的衝擊 我們在英國都看到了 就是因為美國加息其實英國都要加了 那很多買樓的人 因為就是負擔不起那個所謂的銀行那個壓力測試 很多人買樓的時候最終都做不整個交易 要撻訂啊或者要 就是未必要撻訂 就是可能完成了那個交易 於是那個樓市曾經都一度回落 那這個在美國一樣 因為現在美國那個按揭利率都去到六里多 那於是乎大家對聯儲局是有點戒心的 那這次的事件也都就是令大家覺得 到底聯儲局那個政策判斷是不是對呢 那但是我自己反過來看呢 就似乎現在雖然說美國衰退 我們都說了兩年 但是實際上是不是差得這麼厲害呢 又似乎不是的 可能我們看到有些不同的報道說 美國的商業樓宇市場是開始出現一些急速放緩 包括有些大型的寫字樓要賣都要大幅劈價 甚至有些是被銀行抹收了 但是未去到一個很大規模的一個崩潰的情況 所以我自己現在看呢 就其實聯儲局我覺得比較審慎一些去做減息 就是當然也要減的 但是就不是一個很進取 一下子突然間說要開緊急會議 要在現在這個時候減息 應該按回他的按部就班 逐步去將那個利率調低一些 可能這個才是現在美國經濟需要做的一個 就是剛才你說的深夜就是一個 醫生的診斷開的藥方 不是一個很大的手術 而是就是慢慢用藥去調理 可能都解決到現在的問題 好了 說回香港了 我們現在的觀眾都很關心香港的問題 香港會不會減息呢? 似乎香港上上下下 包括政府官員都說 哎呀 盼星星盼月亮 終於盼到美國減息了 這個都是趨勢來了 因為英國已經減了嘛 是不是?已經減了 我相信美國都會減的了 就是時間的問題 那是不是減息 就是香港經濟的救命槽呢? 是不是美國減息 香港經濟股票樓市 就會起碼先止跌 是不是回升就不知道 是不是這樣? 香港人應該怎麼去看美國減息呢? 應該 似乎在現在這個階段 就美國減息都 相信都會發生的了 那如果按著聯繫匯率的機制 理論上就是港元的利率 都要跟隨美國的 但是我們留意 其實過去兩年 剛才說美國一個最進取的加息週期 香港有沒有跟足美國加息呢? 結果答案是否定 我們知道美國加了5.250 但是香港兩年期間到底加了多少息呢? 在說0.8750 兩者的差距在說4.3%以上 那為什麼香港不用跟隨美國加息呢? 當時的說法就是 因為銀行那個流動性資金衝越 我們銀行體系 當時我們有4千多億的資金在那裡 我們有一個緩衝可以不用跟隨你的加息 但是幾年下來 我們見銀行體系結餘 其實有4千多億 跌到現在剩下500多億 這個緩衝其實已經消失了 反過來 現在美國開始減息的時候 香港是不是有條件跟美國減息呢? 可能有些象徵式 比如美國減半里 香港減0.125里都不出奇的 但是沒有期望美國減足這麼多的時候 香港就可以跟足 因為那個利率差距 當時我們沒有跟足美國加盟 為什麼可以期望現在 我們可以跟足美國減呢? 所以這個是有些一廂情願 反過來更加重要的就是那個經濟 我們看到其實頭一二季香港經濟 第一季2.8% 第二季3.4%增長 但是我們上半年的經濟增長 其實來自哪裡呢? 我們的內部消費 其實是顯著轉弱得很快 我們說連續 零售銷售貼了四個月 第二季那個內部消費是 去回疫情的時候的水平 是一個負數 你看到這樣的因素 其實內部經濟是支撐不到的 香港經濟 因為我們靠些什麼 上半年都還有高增長呢? 靠出口 這個其實都跟大陸有關的 大陸因為那個出口 在上半年加快了 這個其實部分 有些分析都說過 是因為擔心美國可能進一步制裁 就是中國的那些高科技 其他出口產品 以致一些所謂的便宜價 添糊啊 輸淫那些可能會加徵關稅 於是有些出口商就短期內催谷 這個是對中國以致香港的出口有幫助 但是如果我們見 剛才說美國經濟可能會放緩 會軟著陸 那怎樣期望外國出口的需求 仍然都會繼續增長呢? 我自己是比較擔心 下半年香港的出口 可能會收縮得比較快一些 這個變成就比較危險 就基於我們消費跟上 投資也是因為樓市放緩嘛 那如果出口唯一這上半年支撐著經濟 那個動力都沒有了的時候 那三頭馬青我們都沒有了動力 那變成了下半年 其實我看到有些經濟師分析 下半年香港的經濟可能會放緩得比較快 甚至可能增長會放緩到剩下的百分之二 那講到樓市 樓市本身當然減息是有一些幫助的 但是是不是單靠減息 正如剛才說減息 香港未必跟足美國去減 另外就是現在那個結構性的問題 因為剛才我們說美國或者日本 出現一個週期性 週期性當然又上又下 但是現在香港面對一個結構性問題 2019年後我們看到的問題是 現在香港沒有了外國投資 我們跟西方脫軌 以前所謂的超級聯繫人我們做不了 我們只剩下自己跟內地做生意 現在嘗試開拓一些東盟市場 但是其實那個增長跟以前西方做生意是差很遠 那如果樓市也是面臨這個結構性問題 我們很難期望減四分一里 0.125里可以幫到樓市很多 加上現在那個供應都是 在說未來三四年政府的數據說 都有十萬九千的單位是潛在供應 你說每年是大約一萬個的新樓吸納量 怎樣去消化這十萬個新供應呢 這些其實大家看來就看到樓市的利率減少 是會有些心理幫助 但是我看不到這樣就可以逆轉到整個樓市的下跌趨勢 你都看到那個劈價潮 無論是一手二手或者豪宅才可怕 成億這樣劈的都挺恐怖的 這個劈價潮一直都還沒完 無論是小業主二手的小業主也好 或者大地產商或者大富豪呢 都看到後市不太行 即使有減息這個預期也好 大家都會想著 是不是都好像上次切辣那樣 是一個叫做救生門 走了 一個小陽春過之後 是不是會是這樣呢 現在似乎看那個二手劈價 的確是比較恐怖的 過去一個月看到一些成交 你說太古城有些比較低質的單位 說著跌到五百萬 嘩這個真是十幾年前沒見過這個數字 好準啊 那就應該入市了 真是很恐怖的這個 你說著我們可能兩三個月前 說著可能是過去六七年買樓的人都要虧 因為說著那個樓價指數是跌到2016、2017年 那都理解 但是現在你說著要虧的成交中數 可能去到十二、三年前都要虧錢 那這個就很恐怖的 你說著很難有人再有一些所謂的財富合影 你說著有些深井的樓盤的赤價跌 你穿了六千元、五千多元 深井樓、深圳較的 大家在說的 深圳都是這個價錢 你這樣的因素合起來 其實二手業主開始有些恐慌拋售 因為有些人踩人的現象 其實一點都不奇怪 但是我想現在住宅樓市 沒有到一個很恐慌的情況 似乎是斷供或者銀主盤的數字 沒有很多 反而大家我覺得要留意 是那個商業、物業市場 你說的是一些寫字樓、商鋪 其實我們見有一個很好的指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就是恆生銀行上星期公佈了那個業績 它說著那個壞賬率 是說著由百分之二點幾 一跳跳到去百分之五以上 一間本地銀行以穩健見稱的懷賬率 是跳升到百分之五 其實是一個很恐怖的情況 而恆生自己解釋 他們那個懷賬率上升 就是來自一些商業物業的一些交易 大家都看到其實很多市面都有報導 一些所謂貓家族 一些銀主本市整棟被銀行回收 其實這個情況是由商業物業市場開始爆爆 我們看到最近出的業績包括九倉 以至行龍、太古這些 他們那個寫字樓所謂的一個股值的 物業股值的重股 其實是大幅拖累它的業績 甚至出現 譬如九倉可能出現虧損 這些情況其實是很不理想的 也都反映了寫字樓商業物業商店 其實出現的情況是遠差過預期的 這個但是我又看不到銀行或者金管局 或者是政府官員很著意去看這些問題 他們經常都不願意承認問題的 這個問題出來的時候就沒有一個解決方法 這個我擔心才是現在香港經濟 金融體系、銀行體系 可能是一個潛在爆煲的源頭 大家知道另一個問題就是財赤 香港的政府的收入其實很大部分是靠地產的 包括賣地、樓宇的印花稅、股票也是有些地產的 股票的印花稅等等 利德稅和西方稅都可能和地產很有關係 如果那個樓沒有因為美國減息 香港減而有任何的起息 你知道政府現在賣地都是縮住縮住的 有些是樓標 那會不會那個財赤 大家會預期美國減息很久一天都光亮了 但是那個財赤是不會有任何的改善 那接著就是考富難為無米吹 香港怎麼搞呢? 就是政府公務員又不減薪 反而是加了薪 怎麼下去呢?其實好像是不是沒什麼辦法呢? 大家看那個賣地市場 的確是比較令人擔心 政府估計今年度 即是長正年度 說的地價收入有330億 但是現在說的是十分之一都不夠 說的是只有幾億 剛剛賣了深井一塊 少得完一塊地皮 說的是幾億 雖然不用流標 但是那個地價都跌了一半幾年以來 只剩下4000元 但是你說的是幾億的確 你說的是那些大型的地皮 都還沒有推出市場 現在這個市況之下 到底發展商還有沒有能力去吸納這些大型地皮呢? 我自己也挺有疑問 我見最近譬如新世界 重返美元發債的利率 要借錢要給多少 在說八利百 其實是一個很高息的一個狀況來的 變成其實要發展商 再拿幾十億甚至過百億去買地 其實是一個很難現在這個狀況去做 可以預見就是未來這一年 就是政府那個買地收入是顯著跟不上 而其他譬如包括印花稅 樓市成交又不是多 股票成交又不是理想 那這邊也都會受影響 那你這樣計下來的時候 其實今年的那個財政預算 現在可能在說過幾個月 但是似乎是那個財赤 可能也都是比預期嚴重 我們見那個政府財政儲備 只剩下6000多億了 如果持續這樣洗下去的時候 到底政府一直不願意承認 就是一個結構性財政問題 但是我們自己看 其實結構性財政都講了一年多 不過你不肯承認 看不到這個問題就當沒有了 但是似乎現實不是這樣的 大家看到這些數字一直惡化著 你還要借每年12億去搞北部都會區 其實可能是一個很大的炸彈 你很容易希望北部都會區 靠賣地可以支撐到整個發展的成本 資金成本 但是現在看來其實似乎 沒有什麼人去願意去承擔這些項目 那你到底最後是不是政府自己吃光呢? 那到時那些錢從哪裡來呢? 是不是要向市民開刀呢? 那這個狀況我相信過多幾個月 到可能第三季第四季的時候呢 那個財政惡化的問題呢 會看得比較明顯一些 最後想問你 就是有關減息那個步伐的問題 就是香港就沒有跟著美國加息的步伐 有些人會這樣說 我們跟著它的減息部分 它就慢而已 我們可以很快地下猛藥去救香港經濟就可以了 有沒有可能呢? 跟著它的減息的部分 會有什麼後果呢? 其實如果跟著美國那個減息呢 當然就是銀行是有決定可以做的 但是你始終是一個聯繫活力的制度 如果你資金已經是 剛才說有銀行貸易結月 四千多億跌到剩下五百億 你如果美國減你又跟著減 那你那個港美的息差就會進一步受責 那你可能會觸發的就是美國減息的時候 然後你根據同步減甚至你多減一些 那結果呢 就是那個資金會吐息 剛才說利差交易 那資金就會由一些低息的貨幣轉去高息 如果你減幅多於美國的時候 那那些錢我就回去美國了 那你如果可能會觸發一個資金流走 加快的狀況 那這個其實在聯繫活力制度之下 港元就會明顯轉弱 而期間可能會觸發到就是資產價格貶值 所以就是當然短期你可以做的 但是長期如果你出現到這個 這個剛才說的一個資金外流的情況 你美國減一里 我又減一里的時候 那你變了就是一個 衝擊著整個聯繫活力的機制 你是不是願意承擔就是所謂聯繫制度脫勾的風險呢 那這個就是需要當局自己衡量 也都如果這樣做的話 其實是幾損害就是香港整個金融體系的信心 我想現在沒辦法了 如果特區政府來講呢 唯一的方法 就是借錢啦 就是發債啦 發債當收入啦 我相信都是這樣 如果不是有什麼辦法 可以令到香港的支出和收入可以比較穩定呢 多謝你啊Joseph 我們暫時就到這裡 謝謝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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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